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还是马一里 可以肯定的是 于正新剧《言喜攻略》二年底新剧开拍 看四拍戏道具的首饰照片要许多网友兴奋不已 只是还是关心演员的剧如柔 因为只有演员才是电视剧的核心 不管是哪一个演员反正无几言不当女一号有点可惜 对吗 演喜攻略大结局留下诸多的疑点 所以还是有很多的魏解之谜需要展开 比如魏英洛当上了皇贵妃之后如何 元春王是真疯了还是假疯 元春王为何没有被甄嬛太后处死 元春王真实身份是什么 和甄嬛太后又有什么关系 玄妃季皇后被罪除了 是否会决定反击 还是老死在紫禁城 按照玄妃的性格绝对不是轻易服输的 你们猜一猜 还有如果不是吴锦妍的女一号 啊 有谁更有资格演女一号 毕竟如果真的换了别的女演员 粉丝还能接受换角吗 吴锦妍演技不错 应该继续演令妃